有网友在上海的华东医院 这个不知道是治疗还是别的原因进去了 反正人家就多了这么一手 就去在这个机器上去按这个对就诊是否满意的回馈 人家想点一个不满意 结果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不满意是点不动的 你只能点满意 如果你要去点不满意 这项选项虽然在 但是是点不动的 这一下就搞笑了 这家医院满意度是百分之百 那其实这个数据本身也是一个搞笑的数据了 可能百分之百吧 这个百分之百一定是通过什么方法做成这样的 在任何地方都是有人满意 有人不满意 有各种各样的纠纷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在 而这些问题纠纷 其实对于医院来讲不一定是坏事 那有的事情呢 我们需要个别去对待 那既然人家有表达不满意的选项 就应该让人家表达不满意 现在医院方面给出的答复是技术问题 我们将会督促这个技术提供方 设备提供方去改进 所以呢很多电脑程序员马上跳出来了 这个锅我不背 这个这个毛病 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技术问题 不是个错误 而是需求方 或者说甲方爸爸 要还是不要 甲方爸爸交代过就不能够点这个东西 那我自然就不让他点啊 虽然画面上有 但是后面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满 叫什么呢 让人无语啊 不知道这个责任该追究到谁 所以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